英女王计划开放 Sandringham 乡村别墅 为民众建设汽车影院 入场费只需要大约$300港元 庄园官方网站已经公布了详细的资料 买了门票的民众可以看到不同的电影 包括1917、反斗骑兵等得奖的电影 庄园方面希望民众在欣赏电影的时候 可以放松心情 同时可以享用让酒师让制的美酒 街头美食和点心 如果将门票升级 民众还可以有多一张睡得的椅、桌、炮谷 和一个专属的区域 另外民众也可以在庄园摘蔬果 或者跟庄园的首席圆丁见面 不少门票已经火速受庆 庄园位于洛福克海岸自然美景区 占地2万英某土地 是维多利亚女王在1892年买入 为大仔爱德华七世建造